宝宝护理 宝宝嘴唇干裂怎么办? 嘴唇周围一圈发红的区域叫唇红圆 和皮肤相比,它的皮脂线较少 但它的湿润又恰好是靠局部的毛细血管和皮脂来维持的 所以在干燥寒冷,皮脂分泌弱的秋冬季节 宝宝的嘴唇就更容易因为脱水而出现干裂的情况 嘴唇干裂主要还是因为干 所以首先还是要补水 可以给宝宝喝一些温开水 最好是在早中晚三餐之间 以免宝宝喝完水后影响用餐 如果宝宝年龄较小 为了不影响宝宝摄入奶量 可以用纱布或毛巾给宝宝热敷嘴唇 以达到补水滋润的效果 补水之后就需锁水 可以使用宝宝专用的唇膏 添加人工的保湿层来减缓水分的流失 最好是不要给宝宝使用成润的护唇膏 因为其成分与婴儿专用的护唇膏是有区别的 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如果不放心护唇膏的品质 也可以使用少量橄榄油涂抹在宝宝的嘴唇上 记住所有用品都要选择纯天然的哦 要注意的是 当嘴唇干燥不舒服时 宝宝可能会下意识地用舌头去舔 这样只会让嘴唇越来越干造成恶性循环 甚至可能会导致口唇周围皮肤变厚 粗糙 肿胀 形成医学上的口舔皮炎 所以不能让宝宝养成舔嘴唇的习惯 其实要想避免宝宝嘴唇干裂 平时多喝水 保持饮食均衡才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更多有趣的孕产母婴科普短视频就再生了吗